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外媒,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 上官!金钱,是国际足联最能读懂的语言。 相信大家已经都注意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企业的广告格外的多,甚至于很多球场的滚动广告牌上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产品的广告。 而对于中国品牌的广告在世界杯赛场上爆炸时增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却是中国人当了接盘侠。 该杂志介绍说,本届世界杯共有19个赞助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企业占了多数,共有7个。 而鉴于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来自中国的赞助商只有一个,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的暴增也就自然成了一个焦点。 可为啥本届世界杯上有这么多来自中国的赞助商呢? 因为很多西方企业都撤回了对世界杯的支持和赞助,《经济学人》杂志写道。 至于其中的原因,《经济学人》认为有两方面,首先,国际足联过去被深度曝光的腐败乃至洗钱和诈骗等丑闻,导致很多西方企业怕波及自身形象,而且美国政府在2015年起诉的40个,涉及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组织和个人,也进一步打击了西方企业赞助世界杯的积极性。 其次,本届世界杯是在被西方不信任的俄罗斯举办。 经济学人认为,如果本届世界杯是在欧洲的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举行,恐怕本届世界杯也不会出现找不到广告赞助商的尴尬局面,总共34个赞助位只有19个被添上。 要知道,2014年的南非世界杯的所有广告赞助位可都是早早被抢光的。 但经济学人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在乎这些情况,因此成为了填补西方企业空缺的理想对象。 同时,经济学人还指出,中国企业其实是在主动为本届世界杯接盘的。 该杂志引用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尼尔森的调查说,本届世界杯出现的大量中国赞助商,也是出于中国想向国际足联证明自己愿意举办世界杯并为此投钱的目的。 而金钱,恰恰是国际足联最能读懂的语言。 栏目主编,顾万全。文字编辑,杨蓉。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向剑英。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特朗普怒喷,没想到啊,哈雷竟然是第一个投降的美国公司。 最新消息,马云身价将超万亿登顶世界首富。 蚂蚁经浮成全球第一。 顶不住美国压力各国纷纷举白旗,唯独中国态度很坚决。 美国要求所有国家11月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否则制裁。 阿拉斯加于民谈贸易战,让我们痛失中国市场。 数十年努力全白费。 特朗普失策会向中国的关税大棒。 竟然都打在了德国身上。 中国将打造全球第一条穿越喜马拉雅的铁路,尼泊尔人民欢呼不已。 德美警告特朗普,若惹怒中国你就等住腾吧。 他们完美掌握贸易手段。 中国发现大型叶岩器填勘探或重大突破,外媒,很难复制美国叶岩器。 英媒,中国企业让沃尔沃起死回生。 美媒日媒先后发出警告,阿里辛零售正改变世界,欧美不研究就落后。 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 外媒,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 小米香港IPO录演会场爆满,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成苹果。 美国影子无处不在,OPAC大会背后的政治博弈。 今日科技。